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期的侃侃儿谈节目中呢 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组有关水的奇妙的科学实验 人们常说呢水是生命的源泉 日本医学博士江本胜先生呢 他从1994年开始呢就拍摄水结晶的照片 他将从世界各地采来的水样呢 放入冰箱中 在这个冰即将融化成水的临界点呢 他就用高速的摄影技术留下一张张的水结晶 那么他将这些水结晶照片汇集成册 出版了来自水的信息一书 这本书啊迄今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 在这一系列的实验中呢 实验者让水来听音乐 让水来看文字 让人呢针对水发中不同的这个意念 由此呢产生了奇妙的结果 好的善意的信号呢 使水结成美丽的结晶 而接收到恶意信号的水呢 则显现出这种丑陋和不成形 那下面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实验中的一些精彩照片 同时来听一听江本胜博士本人的见解 竟然有一张照片啊非常奇妙 就是呢无论哪一块冰 它在变回水的那一刻呢 都会显示出像汉字水一样的形状 那你说难道中国古人在造字的时候啊 知道这一点 这确实很奇妙啊 所以说这汉字它是很有内涵的 那中国字最早的时候 它是属于象形文字 对 那不知道啊 这个在表达一些抽象的这个意思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音乐 那那个字它是怎么造出来的 不知道 说到音乐呢 那下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几张 水听了音乐之后的结晶照片 这一张呢是听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水结晶的照片 这一张呢则是听了肖邦的离别钢琴曲的水结晶照片 你看这一个个小水结晶啊 真是让人觉得在离别 这一张呢是听了现代重金属音乐之后的水的形状 那可以看到这个结晶呢是涣散不成型的 看这些照片呢好像是在说水能听懂音乐 那江本胜博士是怎么解释的呢 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首先得讲一下能量这一问题 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生命如果没有能量的支撑就活不下去 那么什么是能量呢 能量在现代物理学中被认为是振动 所有的生命就靠振动来支撑其生命的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振动 那么振动是怎么样被传达到各生命体上的呢 其实就是由水来传达的 能量就是振动 而振动是由水传达到各生命体上的 所以各生命体没有水的话就活不了 我们人类还有植物都是离不开水的 我们用水灵新鲜等词来形容植物 人等很美丽很健康 音乐就是振动 所以水就能传达音乐 那么植物和我们人类就能接触到音乐 这个水不但能理解音乐 他还能读懂文字 科学家把写着不同字的这个纸条 包在水瓶的这个外边 结果呢读了文字 爱和感谢后呢 拍下的这个水洁经照片啊 就非常的美丽 而读了真讨厌 我要杀了你 所拍下的这个照片呢 好像就能感到这种混乱和恐慌 更有意思的是啊 不同民族的文字虽然不同 但是那句话如果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形成的水洁经呢 也非常相似 这个呢是智慧一词的日文 英文和德文的水洁经 那这是宇宙一词的日文 英文和希腊文的水洁经 这一组呢是爱 感谢一词的日文 英文和德文的水洁经 江本圣博士认为呢 这个水啊 不能直接读懂这个文字 而是呢 接收到了这种不同文字啊 发出的某种震动 水并不能直接看懂贴在瓶子上的文字 水只能感受到形成这种文字的震动 比如英文字母的A B C D E F G 形成这些文字的震动 就是其发音 也就是我们平时讲话时用的语言 文字呢 就是我们平时说话时用的发音 而被表达出来的 那么水就能接受到这种震动 从而产生结晶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震动产生的 所以自然现象中就有许多震动存在 换句话说 就有许多声音存在 我认为我们人类从这些自然声音中 模仿了一些创造出了我们的语言 如果某一种语言或单词句子 是从一种好的 有趣的自然现象的声音中 创造出来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一种好的语言 单词或句子 如果是从可怕的 危险的自然现象中的声音 创造出来的话 那它肯定是不好的语言 单词或句子 那么接受到震动的水 有的就会产生六角形的结晶 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会产生六角形的结晶呢 我想它可能与宇宙中的某种相似而产生的 关于这一点 我倒有点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文字 它的语言字母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震动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是水结晶呢 为什么一样 我想是因为它所携带的信息 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水接收到的实际上是这种信息 这个现象背后这个道理啊 我觉得还是有待科学家去研究它 但这种信息 如果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变水的结晶 那么它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了 那么如果再做下去呢 很自然的这个实验者呢 他就想了解人的这个意念 对水的影响 在实验中啊 有这样两张照片 一张呢 是地震之后不久 神户自来水的照片 那看着呢 真是很恐怖 另外一张呢 是地震三个月之后 神户自来水的照片 那么那次地震呢 是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援助了 所以啊 蕴含着这个关怀和祝愿的水结晶呢 就非常美丽 江本胜博士还做了一次 集体发善念的这样的实验 他邀请了500人呢 在约定的时间 在日本各地呢 想着他们这个办公桌上的一杯水 那发出好的意念 结果呢 就是原本很丑陋的这个自来水的结晶啊 形成了一种漂亮的六角形结晶 那作者就说 看来人的这个意念的力量啊 是可以不受距离影响而传递的 所有的自然现象 是从哪一个层次或状态下产生的呢 现代物理学已经认识到了基本粒子的存在 现有的基本粒子 这一层次上的振动 然后再有从原子 分子 最后到人体 肉体这一层的振动 在基本粒子 这一层次上的振动 是非常纯净 非常细微的 我认为 除了人的思想外 没有任何东西会有这样的力量 也就是说 能在基本粒子这一层上产生振动 并能影响事物的 只有人的思想或意识 所有的物质 是从基本粒子 这一层上的振动中产生的 如果人的思想 能对它们产生影响 那么所有的自然现象 就是由人的思想产生的 水结晶的实验发表之后 引起了很多反响 那么有科学家就提出说 这个实验涉及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 那么水的结晶 可以说反映出了 是思想的形状 也就是说 思想有它实实在在的物质形态 我理解 就是说这个物质 它有精神的一面 而这个思想 精神也有它这个物质的一面 这就让我更真切的 理解到万物皆有灵 这句话的意思 是 其实中国古人对水的认识 已经非常深刻了 不同的水有不同的特性 有不同的用途 你比如说喝茶 那有的茶就要用特定的泉水 有的茶要用的是 荷叶上的露水 有的茶用的是 某河某段的水 那么《红楼梦》里 《红楼梦》喝茶 我记得用的就是梅花上的血水 是吧 我们也常用一个成语 叫做精卫分明 它就是说 这个精水和卫水 这两种不同来源的水 在汇流时候 是界限分明 互不混淆的 这些实验 虽然是对水做的 但是试想一下 地球上很多物质都含有水 那么人体更是70%都是水 对 那么实际上它说明 人的意念能够影响周围环境 包括人自己 从这个最直观的方面来说 这些实验它说明 这个善念使物质变得更美好 而恶念使物质变得丑陋 但是其实它牵扯了很深的问题 比如说它对这个唯物主义 就是一个挑战 再比如宇宙中是否存在着 一个统一的标准 而这种标准 是不以人的观念而转移 没错 人的观念可能会变 像现在有人喜欢重金属音乐 不喜欢古典音乐 但是你认为它好 它可不一定真的好 那么在水节经上就能反映出来 所以这个实验给了人 以方方面面的启示 江本胜博士在他这本书的后继中就说 这个混乱的世界的目的地是在哪 人类的起源和历史是什么 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他认为水的实验呢 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些奥秘 我认为水节经提示我们宇宙中的某种力量 这有可能就是人们说的神的力量 对此我虽然还不能肯定 但是如果排除这样的假设的话 我们将无法说明所有的现象 假设是有神的存在的话 那么水节经就在告诉我们这是真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能量的存在及形态 能量就是振动 那么水节经就是振动产生出的形态 我们也就能看到了能量的存在 漂亮的水节经是由好的能量产生的 那么丑恶的水节经 就是由不好的坏的能量产生的 今后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情况 大家都明白了之后 肯定我们就会产生共同的标准 去衡量什么是好的能量 什么是坏的能量 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地解决 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 或者能进一步解决像战争这一类的问题 另外我还想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知道这一发现 这样的话 十年二十年后 我们的地球将变得更合理 这个宇宙真是充满了奥秘 像这种实验 这样类似这样的发现 让我觉得思路都能开阔起来 而且我认为对科学家来说 就更不能局限在这种旧的思想框框里面了 只有这样 才可以真正的来探索宇宙中的暴秘 好 各位观众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水结晶的奥秘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